在叛逆与性之所知之中 踏上欧洲来一场设计撞游 也带给大家一条新的设计之路 因为被迫要速读 长大后尽可能地缓慢阅读 因为被规范写字工整 长大后他自能写多狂就多狂 外表温和血液中却很叛逆 同时拥有极大的自由与接受度 对于设计对于任何事情 他都抱持着各种可能性 生活自由但在工作上讲求救急 他是夜中夷 设计读吧 今天读什么 我们今天要阅读的是自理行间 你也没有常在生活中发现一些招牌啊 广告啊 甚至是报章杂志这些纸本 上面这些文字啊 图面 有时候看起来就是很舒服 可是有时候会觉得好像哪里有点怪怪的 我们今天现场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设计师叶中夷 哈喽 中夷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中夷 我觉得我 有一件事情我蛮纳闷的 你明明就是在做这个中文字形的这个美感的这个推动 那你为什么不喜欢被称为是字形设计师呢 因为其实平面设计跟字形设计它还是有很大的特别的领域的专门 虽然大家觉得说是设计师 可是就好像是设计有产品设计啊 有比如说企业识别设计啊 也有很多种美美嘎嘎啦 像建筑也是啊 所以说字形它其实本身除了因为平面设计它也有分比如说图像设计啊 但是字形设计它其实本身又是更它可能又更细节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像是内文比如说文字要怎么调整还是什么东西的 其实它已经偏向除了艺术性与设计的层面以外 它又更偏向了一个工艺的层面的东西 所以我会觉得我是在整合和推广这方面的资讯 所以反而不会是这个文字的制作者 因为我觉得那个更工艺的东西我可能 我可以告诉大家怎么去看这个东西 但是我可能自己再去做的时候 我又没办法全然的专注在这个领域上面的那些美美嘎嘎 所以你刚刚已经谈到你是一个整合者 那你就应该有很多的data 就是说这些所谓的这些字形或者是文字的资料库 那这些东西是什么样子去构成的 你要不要谈一下 你的资料库在哪里 资料库哦 可能等一下会提到我为什么会开始对这个兴趣 开始有这方面的兴趣开始整合这些东西 但是因为作为平面设计师 刚刚有说的整合者 他可能要善用自己手边所有的素材 所以素材很自然的 所有的东西都离不开文字 但是你在做每一个题材的东西的时候 怎样的文字怎样的字形可以马上让你代入到 可以减少你的时间可以马上代入到主题 这个时候我就很需要一个很完整整理过的资料库 所以我大概从我学生时期开始到我开始工作了之后 这几年间我的 反正每个里面都会有一个字体部 我就会用这个字体部开始去整合出一个比如说 我从戏源泉的文字的是怎样的风格 然后每一个世纪每一个世纪的文字变化都把它分门别类成一个一个 然后最后到比如说大家二十 可能想二十世纪所有的运动风格每个十年大概怎么样 我把这些所有的历史运动的把它分成每一个时期 然后把所有我知道的文字的类型全部都这样子分门别类 这样以后我要运用什么样的字形或是怎样的时候 我觉得我可以很短的在一分钟之内马上 OK我要用哪一个这个资料库一打开 所以马上就可以代入到主题 我觉得那是我觉得先学会善用一个工具之前你得先懂得分类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这个工作可以让我省很多时间 我觉得这也是可能是专业的一部分 所以你刚刚谈到分类 那我觉得应该我比较好奇的是一个比较算是大灾问的问题 就是我刚开场的时候谈到那件事情 就是有一些为什么有一些纸本 或者是有一些好像我们常常在街上看到的招牌宣传单 有些感觉就是是舒服的 可是有些为什么感觉就是不是那么容易阅读 他的就是终于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 我觉得在我碰触文字之前 我就开始理解了之后我就开始理解 难怪以前我这么不喜欢念书啦 因为搞不好就是文字太丑了也说不定 可是后来聊因为我刚才有说到这些就是一个公益的程度 所以就会看因为在了解了文字之后你就会发现 怎样的文字有怎样的风格 在内文的时候怎样的内文是好阅读的 其实认真说的话其实他这种人的感知的东西 他是可以用科学理论的东西来看待 所以怎样的文字 比如说他的所有的文字会有可读性 对啊还有可变性 像这种东西就会比如说讲一下交通好了 比如说交通比如说你在比如说大家会耳熟能详 比如说法国的法国可能机场会有个特别文字叫福尔提格 他就是比如说所有的人就算你眼睛有稍微轻微病变的人 可是你在经过那个时候经过那机场的时候 你看待那些文字其实你可以很快的去辨识他的形状 然后像是日本有一些机场或是交通 其实他们用的一些中文字他可能会讲究 这种东西也套用在汉字里面 可能就会我们所谓的说中共会比较大 那你这样子在辨识度上面的时候 就可以很快辨识这个文字 可是辨识度跟阅读性 这两件又是完全拆开不同的别类的东西 因为像有些文字他的辨识很清楚 可是他变成一篇文章的时候 他阅读起来可能会很累 所以怎样的文字的造型 他在阅读的时候可以让你心于流水般的一直这样子下去 其实就会分成这两个供应面 然后去穿插 当然字体的美不美这件事情 又要另外看 比如说我们可能常常会诟病 比如说信心明体 或者是标凯体 还是什么 但也有可能说他只是在 因为科技在演变的过程当中 可能信心明体有他时代的需求 可是在我们科技越来越演变了 我们其实他可以变得更好 他已经脱离那个时代被需要的程度了 所以在 可是当我们还停留在阅读过去的这个使用习惯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始觉得这个不美了 这个过时了 所以我们会觉得我们需要去推动他 我觉得很多很多的东西都是这样子 当我们很多东西过时了 可是当大家戏以为常 可是大家说不清所以然说 为什么会觉得这些过时 为什么觉得这些不好看 可是尤其是当文字 我们每天都在接触这个东西 你会影响的可能是路上的所有的招牌 大家走过去的时候就会觉得 啊 到底好丑 到底丑在哪 为什么到日本的街道 到欧洲的街道 为什么这么美 我觉得好像算也算开心了 因为最可能疫情的关系 大家没让他出过 可是当出国这件事变得很普遍的时候 大家都看过外国的东西 我觉得大家的美感被开放了 才会来审视我们的街道 我觉得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能够做的 就是尽量告诉大家为什么 为什么也觉得这个东西不好看 所以我也觉得 我想要帮助大家理解这些东西 所以比如说在 我可能2012年回到台湾 从日本回到台湾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发现大家很缺乏这些资讯 就会引进这方面 文字的书小临障的书 然后在2015年16年的时候 做了一本字体设计 的杂志告诉大家 因为大家可能常常会听到 比如说现代设计的一个动线和起源 比如说大家都会讲到八号诗 所以那时候到欧洲的时候 我就画了一条 从八号诗到瑞士国际主义这个年代 发生所有事情的一个动线 所以我就从德国北部的八号诗开始游走 然后开始到50年代 大家知道的后八号诗 乌尔姆学院我就到了乌尔姆学院这个地方 然后最后大家知道五六零年代又发生了 我们所谓的瑞士国际主义这个东西 然后我就再跑到了瑞士的巴塞瑞士学院 然后再往东跑到了苏黎士瑞士学院 而且在跑到在走完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 其实很自然而然 我就会开始觉得原来这些历史上所有东西 它为什么会连贯 因为比如说瑞士大家会知道 巴塞瑞这个北部的地区都是德语区 所以原来德语区这样是 所以跟德国的部分语言是相通的 然后最好玩的当然就是 我很喜欢去逛欧洲的坟墓 然后欧洲的坟墓可能大家会 可能在对亚洲人来说坟墓是一个很禁忌的话题 但是我觉得有趣是因为欧洲的坟墓 他们常常会有两三百年的历史 所以你到那个坟墓 你光是看坟墓上面的碑文 可能会很跨了这两三百年间所有的文字艺术 你会看到洛可可时期的东西 你会看到比如说新艺术运动时期的东西 然后或是Art Deco的东西 然后再到更现代感的 比如说包括时期之后所有的东西 我觉得我在里面常常给自己玩了一个游戏 我觉得可能如果在那边或不知道这个人在干嘛 可能会觉得这个人有点孤僻有点变态 但是我常常会比如说遮住了那个 那个人死亡的年份 然后我就会去猜 这个文字在我的印象里面 它是哪个时期哪个时期的 然后最后再看那个比如说死亡的年代就 猜对了一个人在坟墓里面就会玩得很开心 可能旁边的看起来会很奇怪 但我在里面就玩得很开心这样 是 所以我觉得听中尼讲这些文字的故事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 就是说其实从你嘴巴里面冒出来的不是只是语言 好像都是很具象的那些文字 设计读吧 今天读什么 我们今天阅读的是字里行间 设计读吧 今天读什么 我们今天阅读的是字里行间 今天现场邀请到的是我们的钟仪 钟仪今天要为我们推荐的你的私藏书单 很厉害 来第一本 好 第一我今天会介绍的书可能都会有点连贯 但是我觉得它都是非常有趣的东西啦 因为我觉得这些书影响国外设计师的一些思想启蒙满深的 可对我来说大家可以当一个历史发生的故事来谈 因为我今天介绍第一本 可能有一些设计师对他很熟悉 他就做艾米尔鲁德 艾米尔鲁德 这个人他的来历我大概很简单的想简述一下 因为他如果硬要讲的话 其实我们对他成为 他可以说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一个平面设计教育家 然后大家应该有听 刚才有稍微聊到大家应该听过六七年代 在国际最知名的瑞士国际主义的运动 因为大家会讲到比如说无称线题 大家讲到海洋梅基卡这种无称线的东西 甚至会讲到那种很简约 然后简单就是美的这样子的流派 基本上就是那个时期最盛行的 而且讲到这样子的平面设计流派 基本上还有一个先驱的存在 就是艾米尔鲁德 他就可谓是瑞士国际主义的一个先驱 而且他很重视 他那时候所重视的美感教育 因为他涵盖的范围其实蛮多 他从哲学文学政治所有的东西 但他觉得文字与所有我们日常生活 所有看到这些东西全部都息息相关 所以他可能会分成两个部分来探讨 一个是比如说 他会从文字很机能性的东西来探讨 比如说文字的美感文字的排版 然后文字对于人的感知的这件事情 所以大部分可能大家对他更熟悉的 反而是文字机能排版的这一套理论 可是我 因为这一本书也算是我引进的 所以我引进这本书跟他另外一个流派 不一样的东西是 他这本书他从了几个面向来讨论 比如说文字线然后节奏这件事情 因为我会讲到说这本书里面有一个最大的主则 也影响我最深就是他讲到节奏这件事情 大家可能听到 我有时候去演讲的时候 我也会常常把节奏这件事情摊开来 比如说从自理行间 到我们所有看到物件的形体 甚至到我们的空间 其实所有东西都跟节奏息息相关 基本上我这本书他启蒙了我非常多 我真的很想要跟大家介绍这个东西 因为讲到节奏 大家可能会讲到音乐啊 会讲到什么 比如说大家每一首歌 大家都会记得他的副歌或是什么 怎样的歌你大概都会听到 就会朗朗上口一些 可是他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比如说他就会开始聊到 比如说拉丁字母的形状 形状有他的节奏 为什么我们怎么去认知这件事情 甚至到一个物件的形体 然后甚至大家比如说 大家可能会应该会常常听过一个 设计要讲究的东西 就是所谓的鱼白的美这件事情 大家会觉得鱼白的美好像是一个 很难去形容的事情 可能是一件很空泛 可是可能东西只要留白了就对了 可是很妙的事情是 就是Emile Ruder他在解释空间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就要把它理论化 就比如说大家想象一下 比如说解释到鱼白的这一个部分 假设一个正方形的一个空白的区块 然后可能比如说里面的文字的部分 他竟想要他是一个色块 在这色块里面 比如说如果他放在正中央 这样可能大家会觉得他就是一个很平稳 平淡无奇的很稳的状态 可是他只要把这个色块稍微往左往右挪移了一些 你就会感受到他除了鱼白的祥和以外 但是他增加了一点点活泼性 可是这个活泼性他可以再进行去活化他 比如说右左边这个部分 再到左下的部分 你会看到他活泼的程度完全都是不一样的 他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说原来鱼白 他可以用那些鱼白空白的地方 他是有一个节奏感的 原来这个节奏感他可强可稳定 所以他用这样子的布局让我们理解到原来这个东西 端看我们想要去成视觉 我们想要去怎么样去阅读这个空白的地方 这就是他所谓的节奏 因为其实艾米尔鲁德他在讲这本书的时候 其实有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其实就是一个 比如说那个时候 司机师也常常会互相调侃 因为大家那时候就会对于不美的东西会非常的排挤 所以那个时代基本上所有的玉树运动 其实大家都很激烈 大家是会觉得很多的东西 一个画面本来都好好的 如果你做得不好 其实整个画面就全部都毁掉了 所以大家在调侃说 会不会一个空白的部分 他什么都没有会不会是最好的状态 其实这本书我们在探讨的这件事情 是我觉得非常有趣 就像这个书的书名一样本质 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书名就是一个告诉了我们一切 那我觉得其实今天中央的选书 其实你是有一个时间轴的 就是说你先谈了在这个比较早于1960年前的事情 那你接下来的时间轴 你要带我们去到的下一本书是 接下来要讲到的这本书 它是一个新浪潮流派 我们大家的先锋者 它叫做沃浮冈·威英加特 而威英加特其实它是本职 是Emile Ruder的学生 而且是他在所有的学生里面 可能很喜欢 可是又爱又恨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叛逆的学生 因为刚刚讲述到瑞士国际主义 Emile Ruder 他开创这个 大家会讲到比如说 Less is more 就是他这样子的简约的东西 可是他开创的所谓的新浪潮这件事情 比如说在80年代以后 他所谓讲究的一个经验是Less is above 就是扫机无聊 反而不是扫机是多这件事情 因为他在 这位设计师其实他在年轻的时候 他对设计这件事情 其实并没有意识到很多 他反而小时候 他家庭可能会是比较富裕的 所以父母可能会让他 多借出一些艺术性的东西 所以他在后后的过程当中 他是没有思考很多的 但是有一次 可是后来因为以前欧洲的人 他们可能18岁17岁就要独当一面了 所以他可能为了生 为了要提早独当一面 他可能就当了牌制工 因为那时候所谓的牵制 牌制 因为牵扯的都是一个很信心的行业 所以他在当牌制工的时候 其实学了很多字里行间 文字很工艺面的东西 可是就好像是 大家想想也是他在打翻 所有牵制的过程当中 他在大家要想说 怎么办 打翻了之后 他要重新去组合这些牵制 他组合了之后 他就发现一个新的可能性 原来所有的文字 为什么一定要是方方正正的 为什么一定要一排一排的 他在文字里面找到了 各种组合的可能性 然后也 而且后来也因为姻缘忌讳 他进入了巴塞尔学院 那时候 艾米鲁是巴塞尔学院的老师 然后那时候 他进入了这个地方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 他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学生 可是他对于学校 很自视的那些教程 他会突然有一天 他觉得实在是非常的无聊 为什么我要教 为什么我要学到这些 好像我都不能去突破这件事情 虽然他是很重要的 所以那时候他甚至 有时候会加 那时候他们加入了一个社团 这个社团很好玩 他就纯粹是为了叛逆而产生的社团 就是因为巴塞尔学院那时候 在国际上面非常知名的 就是他非常严谨的教程 跟我们现在认知的巴塞尔学院的 自由风气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那时候他创造那社团 就是他把当时代最叛逆 最被不能学校接受的那些 当代艺术家或是设计师 偷偷的请他们到学校 办比如说workshop或是演讲 然后甚至也因为这样子 被学校警告说 如果你们再继续这样子下去了的话 我学校可能对你会非常的头痛 啪啪啪啪啪什么之类的 所以那时候他就是属于这样子的人物 而且后来他开始 他开始因为艾米尔乳德 他身体不好了 可他对这个学生又爱又恨 可是他开始把学校的教程 问他要不要接手他的教学 因为他觉得 威尼加特他又属于自己教学的一套过程 而且这个过程他是有趣的 那时候全世界所有的留学生 第一个首选很自然就巴塞了学院 所以当那些留学生看到 不是艾米尔乳德在教他们的时候 大家就一副非常失望 可会觉得 威尼加特是谁 可是没想到威尼加特 不同以往的教学自由 让大家觉得原来非常有趣 他把日常生活所有当中 跟文字跟艺术有关的东西 他都把它变成一个很好玩的教程 大家发现原来平面视觉是 具有各种可能性 原来非常的有趣 不再只是注重空白的画面 因为比如说 像我们想得到所有的东西 全部都可以当做设计的元素 这本书就有点像是 他把他这一生的过程 所有的实验的东西 然后全部都集结成册 所以这本书已经记录了 威尼加特的一生 而且他很不幸的 威尼加特在前几个月 他就过世了 而且我也因为这本书 其实启发了我非常深 所以后来甚至还跟他们 谈了我和朋友 就是在台湾 办了一个属于他的展览 需要让大家透过现场 了解这个人更多 我觉得这本书 他印象我非常深 真的很深刻的推荐给大家 是刚刚终于提到 威尼加特对你的影响 那其实刚刚你有提到 一个关键字叛逆 你就是说 其实从这本书 或者是从威尼加特身上 其实对应到你自己的工作 你觉得他 刚刚你有提到 他对你影响非常深 他对你设计工作 你设计出 曾经设计出那么精彩的作品 包括可能是 时尚最美的国庆作品 那你觉得他对你的影响 到底是什么 如果这本书 不是他的一生的话 因为以往我们可能会对于 比如说 因为在当学生的时候 对于很多东西 行不行这件事情 我们常常会给自己疑问 所以我们常常 可能会给自己设限 比如说做完了一个东西 然后问老师 或是问朋友 这个东西行不行 可是我觉得它影响我很深的是 我再也不问 行不行这件事情了 而是开始做完一个画面 或是做完一个东西的时候 会告诉 这个东西只能是这样子吗 它还有其他可能性吗 为什么它只能 为什么它不能那样子 我觉得我反而给自己的疑问 反而是会是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以后做了画面之后 我发现 我的思想开始变得比较自由了 有时候做了一些 我觉得很理所担忍的画面 我会觉得 这个东西很好看 但是它应该还有其他可能性 是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突破自我 先把自己否定掉 你在某种程度上再去突破 找到可能一个新的可能 一种自我重生 自我重生 好的 所以聊完 好 来到温英加特 那为什么会有第三本书的产生呢 这是跨越一个三十年的一个 一个设计历程 那那个 钟云你为我们推荐的这第三本书的 原因是什么呢 这三本书其实都是我自己企划的书啊 而且他们都有一个线性 比如说刚刚有说到 艾米尔鲁德是温英加特的老师 而这本书啊 它的主轴是停留在 比如说刚刚讲的瑞士国际主义 它为什么兴起 然后为什么开始被影响到全世界 可是为什么它开始慢慢视为 然后为什么它又走向了一个新浪潮时代 这本书它把这样子的历史进程 解释的非常详细 所以它里面介绍了这个时期 这三十年 所有的设计师 所有的历历史动漫 所以很自然的 艾米尔鲁德 魏英加特 所有的人全部都在里面 串起了整个是 有点像是社会事件的动漫 而且像是 像是这本书它TM TM它其实 英文名称的原本 它是一个那时候 非常重要的一本文字设计杂志 有点像是 因为它是不同语言组成 所以那时候所有重要语言的读者 都可以阅读这一本杂志 它等于是那时期 全世界最重要的一本杂志 但是在里面讲的时候 里面也不是完全的称赞 瑞士国际主义这件事情 它反而用了另外一种历史的宏观角度来 让我们认知为什么这些事件发生 比如说里面在探讨 比如说瑞士国际为什么会兴起 因为那个时候开始进入到了全球化 全球化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希望事情变得简单 我们会希望说所有东西在复制过程当中的时候 那个美感 那个一致性它是不会跑掉的 可是也因为这件事情开始变得越来越严谨 在严谨的过程当中 比如说刚刚聊到魏英加特或是有很多 他们开始会觉得这些东西难道都不能打破吗 而且它里面会开始 因为你没有讲到瑞士国际主义 比如说影响到日本影响到台湾 影响到印度影响到全世界 后来开始引起了一个人文反思 那个人文反思是有点像是说 像是这样子很简约的东西 传承到全世界每一个地方 反而让全世界每一个地方看起来的东西全部都一样 它会不会是一种在设计上面所谓现代的殖民帝国 也就是说在设计上面 我们是不是用这种东西在殖民其他的国家 而不是在宣扬一种 我们好像在宣扬一种知识的美 所以在这种很知识很殖民的设计的反思 他会觉得说我们是不是要尊重 每一个地方它自然特殊的文化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这本书到最后 它是一方面告诉全世界 在全球化过程当中它是被需要的 但是在后来 其实在历史的经济当中 其实我们更需要其他可能性 我们更需要尊重不同的文化 或者是我们要创造更多视觉的可能性 我觉得像这本书它串起了这两个人 他所有经历的那个时代都满 所以这本书我也非常推荐给大家 这本书大家可以当作一个设计的故事史来去看待 我觉得看完了之后 大家对于设计史或是艺术史 就不会再觉得好像只是一个教科书一样 大家我觉得大家会了解说 原来那个时代大家为什么会这样子 原来这些故事非常好 我们要了解的方法不是一味的去模仿 这些设计师做了什么 而是让我们理解 这些设计师他们所做的当下 都是为了社会的变革 他们可能会去想要反动一些什么东西 所以我觉得换大到我们现在 我觉得我也从这些书里面想到的是 在社会当下我要怎么用自己的专业 也许自己我要怎么样去 在这个社会里面去 也许可以做出一些变革 也许让美学产生一些新的可能性 我觉得我做的很多很多东西 自身本书的影响我非常多 是 我觉得我想要延伸提问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是1960到90年 那现在我们现在是2021年了 忠宇你觉得我们是进入了一个什么样的设计时代呢 那我觉得台湾从不可背见到甚至我们一度有一些自卑 因为我们可能会觉得台湾的设计教育设计系统不是那么的完善 因为我们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我们很自然在模仿 日本的设计在走 因为他们走得很前面跟欧洲是平步的 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常常跟着日本的角度在走 可是在这五年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比如说台湾的工部门的美学进化了 跑得越来越前面了 他们也愿意用越来越多年轻人新的视觉 新的可能性去推动这些东西 所以今天台湾从过去我们觉得不敢拿上台面的设计 到现在我觉得所有国外的人看到这些台湾的设计 反而我很好奇 为什么台湾的工部门设计 为什么台湾的可能性比超出他们的想象 比如说我在2018年做的国境视觉 去年做的2020的台湾设计展 我觉得我也是把这样子的想法带入到这些东西 我想告诉大家公部门我们社会运动当中 有这样的可能性我们走到国际我们一点也不自卑 我们可以让他们羡慕我们 为什么可以做出这么多破格的事情 是我觉得中仪真的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鼓舞 就是说其实设计在设计之前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思考 我们思考的应该是更多更深入的东西 我们才能够产出更多更有影响力的设计 设计读吧今天读什么 我们今天阅读的是字里行间 设计读吧今天读什么 我们今天阅读的是字里行间 今天邀请到的是设计师叶中仪 中仪你最后你的爱推荐 你要为我们推荐的是什么呢 我今天推荐的书啊 有一本可能大家会很好奇为什么会介绍这一本 是Photography 然后The Key Concept 这本书它算是在我念艺术摄影的时候启蒙很深的一本书 因为这本书它启蒙它不只是对于影像的解读 也我觉得这本书也影响到我后来可能对于平面设计视觉很多的影像的阅读 我觉得很多东西它有它的连接性 这本书它可能比较重的是启蒙性 所以它可能阅读起来有点难 又加上我记得它有出中文版啦 因为我那时候读的是日文版 然后它有它一开始牵涉的角度 它可能一开始会从罗兰巴特的符号学 带入到对于影像的解读 大家就想象比如说一个舞台剧的灯光 灯光大家会有说有很多种颜色 每一个颜色打在某个地方的时候 其实它会影响怎样的氛围 怎么样带入到人那个演出者当时的情绪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会产生阅读者 或是台下的观众对于氛围的掌握 当然还有比如说灯光除了颜色以外 还有聚光灯 每一个灯光的闪灯 或是每一个灯的聚焦在某个部分 它会产生怎样的效果 它会有点像是从把符号学类比成 这样子的灯光的视觉的牵引 然后到了你怎么样去解读影像里面的 比如有点像是走位氛围 摆设或是所有东西 全部都可以用这种东西去带入 而且讲到符号学这件事情 大家可能又会觉得它比较陌生 我可能用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去解释这件事情 我想大家看电影或是接触日本文化 可能都会理解阴阳诗 大家应该都会知道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阴阳诗安倍齐明 但是可能讲这些事大家一开始会很茫然 但我想用这种方式让大家理解是 因为讲阴阳诗大家都讲到咒语这件事情 可是其实咒语这件事情 跟符号学的形成其实是某种程度是很有关联的 大家想像一个咒语它怎么产生的 因为咒语其实它就是语言 语言它基本上是先被定义一件事情 就好像是咒语它是一种命令 它为什么可以命令人 就好像是我叫叶仲怡 当叶仲怡这三个字它本来是不被存在的 可是当我出生的那一刹那 我的父母秘密我叶仲怡 当我被老师很严厉的讲叶仲怡的时候 我就会感受到被束缚 我知道在叫我了 其实这个就是咒语 这个就是言语的力量 所以符号学的某种程度 其实它也是用这种东西 再去解释画面 解释文字 解释我们所有的思想 思考模式 所以当摄影所有的画面 平面的视觉 所有的视觉 即使它是装饰的 可是它都会联动牵扯到我们的情绪 所以这些所有的东西 其实大家可以用一种符号化来解释 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一本书 它同样的从摄影到平面视觉 我觉得它也是启蒙我非常多的一本书 我觉得刚刚钟怡你有谈到 几个蛮重要的关键字 第一个就是关于符号 然后再来就是氛围 那其实我们可以知道说 其实有时候影像 或者是某一个特殊的图像 它可能也可以来说明一些事情 而不是从用文字 用语言来说明一件事情 这跟我们刚刚前两段谈的 东西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就进入到 你的第二本爱推荐 我觉得这个日本国宪法 我觉得这蛮有趣的耶 你为什么会推荐这一本书啊 听说这一本书也得了奖 也是有一个争议的过程 跟我们聊一下 这本日本国宪法 是我一个很喜欢的设计师 也是艺术家松本玄人他做的书 而且大家注意到这本书啊 是因为日本每一年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奖项 叫做TOKYO TDC 也是我本身很爱报名的一个奖项 它里面都是视觉非常的强烈 让全世界的设计好手都愿愿意识的一个国际奖项 然后可是在今年的这个奖项里面的最大奖 大家想象一下在这个奖里面 每一个平面视觉都是走得非常前卫的 可是突然最大奖 大家出现了一个很好奇 写着日本国宪法 然后封面大家也是干干净净很优雅 但是为什么会是这本书拿的最大奖 所有的人都开始很疑惑 当然如果你阅读了内容了之后 我觉得你的疑惑会产生了一些不同的看法 有稍微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读了内容之后 我对这本书就是感受到非常的钦佩 因为现在它里面是在解释日本国宪法的条文 可是在讲述宪法国条文的时候 它除了整理一些内容 但是重要的是 它把这几十年间最重要的一些 当代摄影作品 艺术作品 然后漫画作品 跟了这些所有的条文 全部都用画面与简单的文字 去做前后的呼应与对照 而且这些作品可能都是非常有名的 比如说 而且里面最好玩的 有些事情 它的呼应是 比如说 讲到人权议题的时候 因为人权议题都是 当时的社会一定会产生的一些 很严重的问题 也许是劳工问题 或者是儿童超时劳动的问题 都会整整的东西 所以这些 所以这些才会纳入了一些宪法的条例里面 想要去限制或去改善这样子的东西 的社会现象 但同时间在这样的社会现象与时空里 怎样的作品 怎样的作者 在那个时空你创作了怎样的东西 他用这样子的画面性 来去跟这样子的当时发生的条文 宪法去做呼应 所以你看到的时候 你会觉得 他怎么前后的呼吁 他用另外一种角度 来重新欣赏 这些当代现代作品之余 又让你重新认识了宪法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里面左右的对照 你会觉得 我觉得会有一种拍案叫绝 我觉得大家看到了之后 我觉得这本书 它跳脱出大家所认知的 视觉前卫与实验性以外 它的实验更是它的内容 所以我觉得它的设计突出的点 是在于它内容的设计 所以这本书 我觉得它拿下了TOKYO TTC的最大奖 我觉得真的是当之无愧了 这也是为什么 它虽然是日文版 可是它下面有英文对照 所以它的注释也都是有英文的 我觉得虽然没有中文版 可是我相信不懂英文的人 如果你稍微念一些英文 我觉得你也不影响 你对于内容的拒绝 中仪我觉得我延伸 再请教你一下 就是关于这本 你这么推崇的书 就是至于图像 至于文字 它里面的设计 你觉得这个主配角的问题 就是说你刚刚其实从前面 我们都一直有在谈 就是文字它被视为又是一种图像 它可能在不同的位置上 它呈现不同的所谓的节奏 那在这样的一本书里面 假设你能不能随便翻一页 你觉得说如果是 你是你一个设计师的角度 你觉得设计美感的话 你觉得你会怎么看这一页 你怎么带领我们看这一页 就是我们来做一个 算是练习吗 还是说做一个思考 你带领我们做一个思考好不好 比如说可能大概稍微讲一下 因为里面其实有一些作者的经历 可能大家会好 比如说我稍微翻一下 比如说水木帽 就是大家都看过鬼太郎这个卡通 可能比较新一点年轻人 可能会比较陌生 但是它就像那个 我们叫小叮当 现在叫多拉一梦 就像多拉一梦影响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IP 跨时空的IP 里面在讲到这一副作品的时候 可能大家会觉得它是漫画 然后它里面就是鬼太郎 它怎么样在收服鬼怪的故事 当然里面在讲到 而且里面是文武宪法 很多都是日本在战后 在那样子纷乱的时空 被重新修立 然后重新诠释出来 所以在那个时空 其实是一个很纷乱的 而且在里面 除了作品以外 当然它最后面里面会讲到 每一个作品 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 还有那个作者的一些简历 像是《水木帽》 它可能就大家 如果再仔细看 大家会知道 它在二战的时候 它有重军过 它也是在战争的时候 失去掉它的着手 所以它其实是不喜欢战争的 所以它在把 不喜欢战争的 甚至在日本在经历过 这样子悲惨的岁月里面 它把某种这样子时空的诠释 它放到了它娱乐性 代表娱乐性里面的鬼太郎里面 所以它创造了那样子 其实你知道的话 其实有点阴暗 有点悲伤 而且我觉得日本文宪法很多 其实也是在那样子 悲伤的时空下面被创造出来的 它把这样子的前后的经历 互相对照 这也是为什么会觉得 这本书它把这部分 结合得非常好的原因 是 所以其实这本书 它不仅仅只是一个 得了设计大奖的书 它其实是可能 对于日本人来说 日本的这个民族来说 他们有很多共同的历史记忆 在这样子的一个 它承载的也是一个 历史记忆文化 是 所以我觉得今天终于 给了我们非常非常多 很深层的 关于设计的思考 而且有一个重点是说 设计其实有很多 更多更多的可能 所以我觉得今天 终于你是不是要再 为我们最后再说一下 就是关于设计 因为你刚刚其实有谈到 其实你现在 你现在做设计这件事情 你不会再去问人家 这件事情对不对 是不是正确答案 对 所以我觉得你想要再说明 最后再补充一下 你觉得现在设计 对你来说是什么 有时候我觉得大家可能 常常会问人家说设计是什么 什么是什么 然后可能 你问到的人 他们可能 大家会常常听到 大家或许想要听到的是 设计应该是什么 或是什么东西应该是什么 大家已经习惯了被 喂养一个答案了 仿佛没有答案自己的人生方向 会无去无从 但是我觉得大家不妨 从另外的角度来思考 除了人家告诉你答案的的话 甚至当人家告诉你答案了 你或许可以在后面 再刮糊一个思考模式 设计只能是这样吗 或是怎样的答案 它只能是这样吗 它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因为这个人告诉你的答案 可能是他一生当中 他所他的经验 他的人生经验所得出的答案 但是一样的做法 放到了另外一个人身上 难道他就不会被成立吗 我觉得每一个人心中 都会有属于自己的答案 一定跟人家不一样 是 我觉得这个真的 非常非常的重要 能够给我们很多很多的 一个灵感跟一个启示 今天非常谢谢中医 谢谢大家 设计读吧 今天读什么 我们今天阅读的是 字里行间 欢迎大家持续上网关注我们 我们的脸书粉丝团 2021高雄设计节 后裔时代 也可以上网订阅我们的频道 高雄设计中 帮我们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设计读吧 我们下次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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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